由于有之前红标的经验 影片中不会有那些坏坏的东西 想知道本期的游戏 或者之前游戏的更多资讯 别忘记到我的IG的精选动态中查看哦 哈喽我是小夜Night 这次要来介绍的是 Switch 5款值得你玩的游戏 为什么是5款呢 因为游戏容量太大了 所以Switch或是PS4的游戏介绍 可能都会是5款的布局 最后这些iPhone上 当然是没有模拟器的 安卓的倒是有 但暂时没办法这么夸张的介绍 如果你的机台有坏坏的话 这期相信你会用得到的哦 第一款 蜡笔小新 我与博士的暑假 于2001年7月4日 在任天堂Switch上平台发售 版体中文版于2022年5月4日上市 游戏改编至旧景一人的漫画作品 蜡笔小新 故事描述小新一家 在九州的阿树小镇 展开围棋一周的暑假生活 玩家将扮演 小心在宁静的乡村中 自由探索 捕捉昆虫 钓鱼 游泳 并与小镇上的居民们互动 体验一段 充满欢乐和威心的暑假时光 游戏玩起来是比较休闲可爱的类型 但游戏是忠实 充现了原作的氛围 在游玩的时候 仿佛真的就在 蜡笔小新的动画世界中 与他们一起度过一个难忘的暑假哦 第二款 牧场物语 同居矿石镇 重温经典 享受悠闲农场生活 牧场物语 从居矿石镇 是2003年 GameGo平台上经典游戏 牧场物语 矿石镇的伙伴们的重制版 与2019年 登陆任天堂的Switch平台 游戏与怀旧复古的画风 丰富多元的玩法 和个性鲜明的角色 重现了牧场物语系列的经典魅力 如果你是玩过矿石镇的伙伴们 你一进到这款 从居矿石镇 保证完全不会觉得陌生 因为游戏故事与内容 基本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这次是可以选择男生或者女生 等于是把女孩版的内容 也全部加进来咯 这游戏继承了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牧场物语的忠实玩家 这款你觉得要玩哦 第三款 普悠普悠 & 俄罗斯方块 是将日本国民意志游戏 普悠普悠 与世界知名的俄罗斯方块 相结合的全新作品 游戏加工事与2020年推出 游戏融合了两种游戏的精髓 为玩家带来独特而刺激的游戏体验 在普悠普悠俄罗斯方块中 玩家可以选择单人模式 或多人模式进行游戏 在单人模式中 玩家将挑战各种关卡 以获得更高的分数 在多人模式中 玩家可以与其他玩家 进行对战争夺胜利 基本上是一款 非常可以让你消磨时间的神作 但一个不小心 很有可能会让你玩到忘记时间哦 所以要玩这个游戏前 请记得设定个闹钟 第四款 胡闹厨房2 又称主狐人2 胡闹厨房2是一款 碰刃模拟游戏 最多可供4名玩家同乐 玩家将扮演厨师 在各种奇葩的厨房 中完成订单 游戏玩法简易上手 但想要获得高分 却不容易 需要玩家之间密切合作 分工明确 游戏内容与玩法 其实非常的简单 但重点就是这款游戏 你选择合作的玩家要胜选啊 合得可以顺利解完游戏 不合得很有可能 你的手把会出事情 也有可能你们今天玩完以后 友情 爱情 亲情 可能也都不在了 也说不定哦 第五款 哆啦Amo 牧场物语 大雄在思考暑假自由研究的主题时 发现了一颗奇妙的种子 他将种子带回家种植后 进查眼间 成长茁壮 还突然刮起大风 将大雄一起人卷起 飞往神秘大树 总立了万物镇 为了寻找回到原本世界的方法 大雄一起人决定在万物镇展开新的生活 前期故事是真的有点农长 后面的玩法也比较偏向牧场物语的游戏玩法 可以经营牧场 饲养动物 种植作物 但与牧场物语不同的是 这款游戏内可是有哆啦A梦的 所以也可以使用各种神奇的道具 让你的牧场物语生活可以过得更有趣哦 这就是这次要介绍的五款值得你玩的游戏啦 如果你也喜欢玩但我没介绍到的 可以在底下留言让我知道 我会再花时间找看看的哦 目前不会都只是介绍中文版 如果有中文的我还是会尽量介绍中文的 如果你想更了解游戏资讯 别忘记订阅我的IG与TikTok 随时都会发布一些好看给大家 那这部影片就到这边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也请记得帮我 订阅 按赞 分享 按下小铃铛 B 赞 也请记得帮我一键三连 感谢大家 拜拜